他来了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小强 在Kuber的赛场上 北京大学无疑是当之无愧的霸主 特别是16-19赛季之间 更是完成了三连冠 创建了北大王朝 为什么北京大学会这么强 看看最近几年中 北京大学为CBA联赛输送了多少球员 或许你就明白 为什么这所大学会成Kuber王者了 2016年选秀大会中 身高2米05的郭凯 以状元身份被广州选中 作为曾经北京大学主力内线的郭凯 身体素质出色 中距离投篮精准 如今已经在联赛中 效力第五个赛季的场 早已稳坐球队 主力大前锋的位置 场均可以贡献 11.8分7.5篮板 1.2助攻的数据 投篮命中率为61.4% 是广州队目前进攻端 最稳定的国内球员 而18年选秀大会中 小胖子万胜伟则被广东队 以总38顺位选中 虽然在效力广东队期间 万胜伟这位Cuba内线霸主级的球员 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出场机会 但是今年休赛期 转会同期的他 却找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春 打出了场均 8.9分4.7篮板 2.3助攻的数据 更有单场21分 14篮板6助攻的精彩表现 如今的他 已经成为了球队第四号得分手 出场时间也十分稳定 至于19年的选秀大会 状怨第二次 花落北京大学 被认为有着Cuba第一天赋的王少杰 被北控男篮用状怨牵选中 而这位Cuba历史上 最好的四号位球员 已经是北控男篮的处立内线 本赛季场均可以贡献 10.7分6.6篮板 1.1强断的数据 最令人可喜的是 这位24岁的状怨狼 还投出了42.9%的三分命中率 而且除了身为状怨秀的王少杰 北京大学还有一名球员 通过选秀进入了CBA联盟 他就是刘玉晨 这位Cuba的第一射手 北浙江队以第九顺位选中 本赛季和万圣委一样 效力于同心南篮 虽然整体出场时间不多 但场均也可以贡献6.5分 还有今年刚刚结束的选秀大会 和王少杰并称为 北大三少的著名镇和张明 同时进入CBA联盟 前者作为防眼秀 已经稳坐广州队首发封线的位置 防守能力出众 进攻端的实力也可圈可点 目前堪称 郭世强指导最看重的年轻球员之一 而后者 虽然加盟山西队之后 发挥起伏极大 但是在比赛中 也已经让球迷见识到了 他进攻端的实力 如今北京大学 已经有6名CBA现役球员 这还不算去年休赛期 在巅峰时期离开 CBA的北京大学 传奇后卫刘宏博 还有选择 再打一年Puber而决定 明年参加选修赵百姓 轻轻松松凑出一套 八人轮换的阵容 而且说句不好听的 如果单纯 全华班出战的话 福建队未必能够 击败这支北大球员 鲁城的球队 即便是福建队内 有陈林坚和王哲林的存在 也还是如此 毕竟不管是王少杰 还是郭凯 都是各自球队的首发内线 解防能力出色 小胖子万胜伟 虽然身高不形 但顶防王哲林 没有丝毫问题 而陈林坚交给 就住民阵负责 如果这两位能够 被北京大学球员限制 那福建队 凭什么赢球呢 更何况这些北大球员 配合娴熟 默契出色 这要远比本赛季什么战术 都没有的福建队好得多 而且给张明 足够球权的话 谁能保证他 不会像浙江那样 再爆发一场 甚至别说 不输全华班的福建队 如果给这支球队 配上一个空位外援 和一个风险外援的话 战绩未必会比那些联赛 排名垫底的球队差 大家认为呢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5 5 6